現在開始 都讓觀眾來教實況主怎麼工商好了 我也不會工商啊 我不會工商 我不會玩 這個遊戲我不會玩 我不知道怎麼介紹 我不會講話 我不會開台 我不會用 什麼都不會用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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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要從這篇現實動態開始講起 本次經驗只是小梅碰到的個案 不代表所有計程車司機 根據你今天的計程車經驗來看 我真的超氣 我們先看 我等一下再來分享我今天的計程車紀念 雖然這部片我們已經看過了 但是因為我真的太氣了 所以我們再看一次 我們可以把所有的知識濃縮進一個小小的晶片 在這樣的年代 為什麼有些計程車司機 就是不找導航 現在要去哪裡啊 那是在哪裡啊 我當然要按讚啊 拿個Google Map 幫我看一下 他哪會紅不起來 他已經22.2萬訂閱了 哪裡紅不起來 太大張啦 找不開啦 怪我囉 是我自己發行的特殊面額囉 還有別人不合 救命 覺得不好像是你的問題嗎 哦 那你可能沒有什麼搭計程車的經驗吧 我告訴你 讓我來告訴你 現在的計程車他媽的有多誇張 讓我來告訴你 今天我發生到的真實真人真事 並沒有任何改編的經驗 讓我來告訴你 我今天他媽的一上車 我又說我要去大安區的安河路 他說安河路喔 啊怎麼走 好 他不會走 沒關係 我查導航 導航現在說要走福和橋 他說怎麼會走福和橋 應該是要走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那個叫什麼什麼橋吧 欸叫什麼橋 我說要走永福橋 他說怎麼會走永福橋 應該是要走那個什麼福和橋吧 然後這樣這樣這樣的 應該是要走福和吧 你這樣子 這樣有對嗎 什麼 我心裡想說 幹 你不是問我要走哪裡 我查了 導航說要走永福橋 然後你跟我說要走福和橋 他說你確定嗎 你確定嗎 應該是要走福和橋吧 我說導航說走永福橋 然後他就一直念一直念 他說是喔不是吧 應該是要接那個福和橋下去 然後再走那個什麼什麼什麼路 接什麼什麼路 這樣 他媽的 你知道就不要問我 你如果知道路 你就不要問我 我真的不懂 你如果知道路 你他媽的 為什麼要問我 然後他問我 然後我查導航 導航就說要走永福橋 然後你又不相信我 你就說 你就是要走福和橋 那我能怎樣 而且就是 因為他其實念很久 他說不是吧 應該是要走 不對啊 我跟你說 齁這個就是應該要走福和橋 什麼什麼什麼 欸你那個導航 醬油隊導航錯了吧 什麼 他媽的念超久 然後我到後面直接跟他說隨便 隨便 你要怎麼走都可以 然後最終還要扁電話 別人說你去過嗎 你去過那個地方嗎 什麼的 我去不去過那個地方 關你什麼事 你就開你的車 我直接講隨便 我說隨便 你走哪一條都可以 沒有人想要跟他聊天 就沒有人 我上件車 就是因為很累 所以我才坐計程車 如果不累的話 我就去搭大眾運輸工具 為什麼不好好開車 哦我真的很氣 我長得真的超氣的 重點是他開車 然後因為現在 我都是叫台灣大車隊 然後台灣大車隊 他們是司機 為了要配合他們台灣大車隊的APP 他們每一個人 就是要嘛有手機 要嘛有平板 請問你的手機裡面 難道沒有導航嗎 你的手機裡面 難道沒有導航嗎 重點是 他喊一支手機 加一支平板 你有一支手機 加一支平板 你他媽的還要問我說 要怎麼走 不會用怪我囉 不會用怪我囉 現在開始 都讓觀眾來教實況主 怎麼工商好了 我也不會工商啊 我不會工商 我不會玩 這個遊戲我不會玩 我不知道怎麼介紹 我不會講話 我不會開台 你們教我 我不會用 怎麼都不會用 他媽的 不會用那個APP 怪我囉 怪我他媽的屁事啊 我真的超氣 平均觀看影片 還有63%的人沒按訂閱 有訂閱的人會收到 歐洲公主的祝福 走遊抽卡都實抽畢業 趕快訂閱吧 你怎麼互搭油果 因為Uber不能夠開發票 不能開收據 我也想 如果可以 我也想搭Uber 但是政府規定 如果你要報仗 公司如果要結束要報仗 一定要收據 我他媽的 我跟你講 下一次中途大選 哪一個人敢提 我要這個整個 翻新台灣的計程車生態 他媽絕對投他 絕對投他 我也要全面的更新 台灣的建車生態 我絕對投他 你上次也說過類似說話 但我上次不是一個條件 喔 煩欸 這很北蘭 小梅跟司機說的路更快 但是司機想走別的路 他關我屁事 不是 重點是 他問我怎麼走 所以呢 我就想說 那他可能不知道怎麼走 因為畢竟中和 跟大恩區 有一段距離 所以呢 我就幫他查怎麼走 然後呢 我幫他查怎麼走之後 他又說 不是這條路 那你到底想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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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不要問我 我還幫他查 他問我 然後我幫他查 然後他又說 不是我查的那一條 那我就查導航啊 你到底想我怎樣 他只是想確定地方 有啊 我幫他查導航了啊 我幫他查怎麼走 而且我還跟他說 從永福橋 然後再接什麼什麼路 我還跟他講 我要說你先走哪裡 然後再走哪裡 然後他直接跟我說 不是啦 不是那條路啦 喔 我真的很氣 Uber有發票 也能用同編 有嗎 怎麼用 可是因為 健身這種東西 就基本上 會計都很習慣用紙本 所以我們都會盡量 不用電子票券 所以其實真的也不是說 我一定都是 只要開紙本收據還是怎樣 就不是 因為有的時候 就是就是不一樣 不是 比較少用電子發票的原因 不是我們不用電子發票 是會計不好 去做計算 所以有一些會計 他就會說 希望你統一用 例如說 這個項目 你就是統一用紙本 你會可以用紙本 對 就是會計也想要方便 不是 重點應該是 他媽的計程車本來就應該要做好 自己該做的事情吧 根本不是Uber 還是計程車的問題啊 就是他媽的 Uber可以做好 憑什麼計程車不能做好 這是夜黑 但我的每一句話 仍然發自我的內心 就算我已經是 滿腦子想著錢的中年人 但我的內心底還有那一點認情 等一下 我覺得我好像有被這句刪到 我覺得 我覺得我也是 滿腦子想著錢的中年人 滿腦子想著錢的中年人 給你錢 謝囉 哇 感謝 居然是500耶 感謝 你撿到錢了 謝囉 不是啦 最近就 最近就比較多一面向的業務嘛 就比較忙一點 所以就是 也不是說滿腦子想著錢啦 只是就是想說 以現在的這種狀況來講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再換錢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再換更多的錢 不是 這不是貪 這是一種累積好不好 就是你從以前累積到現在 如果你只把實況換成錢 那其他的都不管 那不是很浪費嗎 那如果你其他地方也可以換錢 你為什麼不做